兄弟们现在是下午五点半了 有点饿得顶不住了 整整看了一天房子 中午饭没吃 晚上饭没吃 要是现在有碗面条多好 一转眼就到了六点多了 去帮客户解决一个小问题 之后就可以吃饭了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做这行呢真是辛苦啊 现在到了饭店里面了 准备吃点面条 这么多人都在等位置 好在呢能趁这段时间 先把吃的给点好 点两个小菜再点碗面条 首先呢上来一盘炒的这个菜花 它这个菜花呢 就是炒的这种干的肉嘛 还有那个肠 另外呢又点了一盘这个烧鸭 一旦饿了呢就特别想吃肉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啊 面条终于上来了 然后点了这么一份面条 我是属于那种事没做完 心里就一直惦记着惦记着 就想把事做完了再去吃饭的 最后呢就是点多了 没吃完 尝尝它这个面包 回去接着干活去 脑 藍 疑